原标题 文皇后 满州乡黄其人 查哈尔总管李荣宝之女 太保大学史公赠军王贤富横子 大清守卫复查士皇后 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 《沿袭攻略》里的复查士与史料所在差距并不大 乾隆帝的确爱她 她也的确是大清贤后之一 单称不上第一贤后 因为她难以超越校庄文皇后 伯尔吉吉特氏不母不胎 孝庄文皇后的贤可不是一个只是尽到了做妻子责任的复查士能比的 看过《沿袭攻略》 很多人认为乾隆帝是史上最专一的皇帝 这样的论调不仅是观众 还有一些自媒体人的文章 都提到了乾隆帝最专一 复查士是第一前后的 对清史没有深入研究的部分观众有这样的结论 不足为其 可作为自媒体人也如此说 那就有挽曲历史之嫌了 复查士是不是第一前后 在网络上简单一搜 将她与孝庄文皇后对比一下 便知道谁是第一前后 这总是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呀 还有关于乾隆帝事史上最专一的皇帝一说 这更是不对的 说他是大清第一专一的皇帝那还可以 但整个历史 他排不上第一 谁能排第一呢 大明王朝的那位好皇帝 盛朝同史时宜记载 孝宗即位 立位后 杜拜 宫中同起居 无所别处 有如民间抗地忍者 大义是说 明孝宗立张氏位后 非常恩爱 在宫中同起同居 孝宗没有其他的嫔妃 与张氏就跟民间的夫妻一样 过着一夫一妻的日子 这几句话 有两点很重要 一 同起同居不就是住在一起吗 这有什么特殊和重要的 相信 这是部分朋友会问起的问题 对于皇帝和皇后而言 同起同居不是很平常的事情 很简单 根据史料记载 历朝历代的皇帝和皇后都不是住在一起的 必须分开住 就拿唐朝来说 除了皇后外 还要有四妃 九嫔 二十七侍妇 九美人 九才人 八十一玉妻 二十七宝灵 二十七玉女 二十七才女 为了让全部嫔妻 为了让全部嫔妃都能得到皇帝临姓 唐朝的侍寝制度 便按照月亮的殷勤远缺来安排 每月农历十五 十六皇后侍寝 这两天之前的初一到初九 八十一玉妻 事情 初十到十二 二十七侍妇 事情 十三 九嫔妻 事情 十四 似非 事情 这两天之后 十七 似非 事情 十八 九嫔妻 事情 十九到二十一 二十七侍妇 事情 二十二到三十 八十一玉妻 事情 以上内容在旧堂书有相关的事情 想看的朋友可以再去仔细看看 这是典型的轮岗制导 可谁在轮岗 那就不好说了 皇帝也真够累的 还真是夜夜不空过 明朝的侍寝制度没那么麻烦 采用翻牌子的形式 每一到晚上 当之内奸便将可侍寝 莱丽家的嫔妃不得侍寝 把嫔妃名字写在牌子上 端到皇帝跟前 皇帝随手选一个 当然 皇帝还是有绝对权利的 若是想点哪个也可以 就像是点菜 喜欢哪个吃哪个 自由 所以说 皇帝和皇后同起同居 几乎不可能 都在不同的殿里歇息 因此 孝宗与张皇后同起同居 也就很特殊了 当然 有朋友会说孝宗就这一个女人 只一个女人就该同起同居吗 不是 不能同起同居是规定 不是多少嫔妃决定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二一妻自古皇帝一妻多妾 即便皇帝不去临姓其他嫔妃 嫔妃的数量也不会少 可这名校宗朱又棠就一个妻子 也就是张皇后 自从立后 再也没有娜 玄等 什么原因呢 不是张皇后比过四大美女 也不是她的贤良淑德所制 时尚贤良淑德的皇后多了 皇帝还是照样娜了 玄啊 是名校宗的专义所制 尖家唐杂著摘抄 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张后常换口窗 派医院进药 工人无感传着 院士刘文泰方 兽孝宗宗宠宠宠 护的密旨选一女一入室 帝亲帅登与她传谣 又亲十数水举后 工人扶后其作 邓牧师帝 少醒 帝驱下榻 盖江河 孔京后也 其后轮堵爱若此 翻译不需要了 说的是张皇后病了 皇帝伺候她 并且不敢咳嗽 怕扰到张皇后 这在寻常摆靖家是常有的事 但在帝王家就不多见了 明孝宗做到这一点 足以说明她对张皇后的爱有多深 明孝宗这样的帝王 翻乱了史书 也找不出第二个 当然 明孝宗宠宠爱了张皇后十几年 也埋下了不良的种子 为了彰显对张皇后的爱 明孝宗大风外戚 岳父张鸾 风魏昌国公 两个舅子张克林和张延灵 分别被封魏寿宁侯和建昌侯 这两位 看见皇帝爱自己的姐姐 便开始飞扬跋扈 不干正事 一心想着把石朝政 满朝文武皆知名孝宗是明君 他勤政爱民 历经图治 大开沿路 驱逐接应 开创了洪志中兴 有这样的皇帝 阎官们自然不会害怕 因此时常觐见 明孝宗不是昏君 也清楚两个舅子太不知好歹 但爱乌极乌 不能承执他们 因此时常在中间调解 就这样 他的两个舅子 在他的庇护下继续飞扬跋扈 孔志十八年,朱又堂驾崩于前清宫,在位十八年,享年三十六岁,他撒手而去,留下了张皇后,驾崩后,他的长子诸侯赵明武宗,正得皇帝继承大统,明武宗清楚两个舅舅的飞扬跋扈,因此与两个舅舅周旋,想把他们弄死,结果,没弄死舅舅, 他自己当了十六年皇帝后驾崩于宝房,好色之事是有,皇帝女人多吗?也正常,他好色,但不是一无是处的皇帝,他继位之后诸刘景,平安化王之乱,宁王之乱,大外蒙古小王子,且多次赈灾免赴等,也为大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明武宗无子,张太后张皇后,和内阁首府杨廷和决定, 由晋知的皇室,武宗的堂帝,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兴宪王朱幽元之子诸后聪继承皇位,明武宗没把飞扬跋扈的舅舅弄死,嘉靖帝诸后聪坐到了,嘉靖帝即位后,给自己亲爹争名分,追尊亲爹为兴献帝,生母未经献后,这一举动,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 但嘉靖帝牛郎,经过三年的斗争,最终胜利了,大义以后,借着争名分的事情,嘉靖帝把张太后的弟弟们给斩了,张太后那个懊悔啊,真不该让这小兔崽子继位,可为时已晚,最后郁郁而终,被明孝宗深爱着的张皇后,最终落得个凄惨的下场, 而这一结果,便是明孝宗当时太过溺爱造成的,假如明孝宗没有爱无极无到疯狂的程度,张太后也不至于郁郁而终,明孝宗深爱了张皇后十几年,却也为她埋下了郁郁而终的种子,不管怎么说,明孝宗都是明君, 明万历朝内阁首府诸国珍,曾这样评价她,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于我名之孝宗皇帝,大明忠后七礼学家,文学家邓元熙,晚秦四大名臣之首曾文正宫,以及当代的很多史学家,文史作家也都评价孝宗是明君,史书也是有记载的,谁是史上最专一的皇帝, 相信看了本文之后,大家也都明白了,在明孝宗面前,乾隆帝差的不是一星万点,很多帝王爱自己的嫔妃,但能做到至爱一个,且不选,不那非的皇帝却只有他明孝宗一个,都倒是最是无情帝王家,可这明孝宗真是有情有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